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來到這個訓練 我們Kana和Eric 當然給我一個機會 講一點 究竟兩位小伙子 怎樣形式的 話說 當時他們是公司的同事 如果有同事在這裡 應該很了解 但他們是同事 但在不同部門 一個是財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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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坐在旁邊那一行 我們一個公司有百多個人 所以 雖然這個很近 但是關係是一般 就是本來做了兩三年 都可能是那些要 普通同事在早晨 剛才是快 可能是那種感覺 那種關係 同事應該很了解 但何時開始呢 有一個叫做外面 就是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同事 也是今天的姊妹 這個姊妹做了一個舉動 令到他的關係加深了 世妃呢 就是講是非 那為什麼講是非 那為什麼講是非會有幫助呢 就是因為這個姊妹 為了講是非 那無論張陽網 就開了一個WhatsApp 的群組 就是講是非 那1個4個人而已 那1個只剩下自己 那1個多個人 還有新男哥 新娘自己 還有一位同事 那4個就在那裡 懷疑 那1個 那1個 內容網 我不知道 現在不是很想知道 那1個試機那些 OK 那講一講呢 但這就是普通朋友仔的關係 那怎樣令到他 愛情的關係又發生 那個叫做文牙 怎麽走出來呢 就是加拿來學駕車 當你去學駕車的時候 有一晚就要學是晚上9點多才學駕車 那有什麼事做呢? 夜上班 放了班後沒工作 就唯一去公司等 等到晚上那幾個小時 很慘 Eric就有熱琴鼠 純粹是同事朋友的心態 邀請他 不如你不要什麼事做 我們一起吃個便飯 吃個晚飯 這個晚飯 吃個晚飯 這個男生不錯 好男生 這個女生都不錯 這個晚飯正式開展了這兩個人 感情的生活 但是怎麼樣呢? 當然 我們Eric 都是比較慢慢來的 他連急的 我們找到妻子 現在不是那些 找結束的女朋友 找到妻子 追求他過程當中 很慢 很慢 我們很慢地去追求 關心 一流的甜甜蜜蜜蜜蜜 很多 不過行為 為什麼呢? 他找到這個女生去哪裏呢? 我還說 這個女生挺浪漫 我還沒試過 約她去行山 下髮來看日落 那些 我不知道有沒有對她 日落人絲 那些 我還不知道 但是看日落 就是慢慢地追求之下 成功 搞亂了我們 女主角 開始了 長達三年多的愛情之旅 送一個掌聲給你 可以嗎? 最初也是 你永遠都不知道 那些做同事 兩三年之間 在隔壁學生 打個招呼 現在是你老公老婆 完全猜不到 所以說是非 也有用